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Transitional Style是目前很流行的房屋室内装饰风格 它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风格 没有实际限制 但在装饰元素上会引用一些经典 同时又添加了很多现代感的极简风 总体来说 它的特点就是保留了经典永不过时 并且线条极简干净利落 色彩方面不会很花哨 色系也不会很跳跃 整体来说 这样的设计更关注建筑空间的舒适度 而不会过分夸张地执着荣誉突出奢华 我知道你做豪宅的listing经济 就是势必公清 到那个房子的家具布置 你每次都是自己亲自来督寨 连小的细节都不放过 是不是 是这样子 我觉得Devil is the detail 怎么样来说细节细节细节 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 一切决定成败 是 然后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在Bowling Stocker这个小学 这个小学是非常知名的 是Arcadia所有的 它本身已经十分学区 所有的小学里面最好的一间 所以我们叫做Bowling Stocker的豪宅 咪咪对于您来说 在过去跟现在比 比如说来看房子的买家 有没有一些差别 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们在Arcadia 大家知道因为学区的关系 我们华人都喜欢最棒的顶尖的学区 那Arcadia就是洛杉矶顶尖的最棒的学区 那很多华人来到洛杉矶 都会来Arcadia什么人找房子 来到Arcadia又会找全新的 他们喜欢全新的房子 大房子 所以在这个优势上面 Arcadia是非常占优势的 我们有很多华人的客人 华人的客人前几年非常多 因为大环境非常好 外币不受管制 然后有很多EB5的落户的客人 他们带着家人带着小孩 就奔着我们Arcadia来落户 安家落户来了 但是这两年你也知道 不单单是外汇受到了管制 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大环境 在那个地价税Tax的这个上面 川普也调整了一些地价税的权限 所以我们在地价税跟那个利率方面 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没有那么多的优惠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整体的就是豪宅的市场呢 受到了一些压力 去年的这个非常合理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 因为当你一个房市有高坡的时候 它必然会有一个调节 从应该是15年16年 Arcadia就经历了一个development的 一个最兴旺的一个时期 宏博时期 那那时候呢 就是planning division 每个政府都有一个planning division 我们叫做规划局 对 规划局 那它就出了一些政策 就是对这些大房子的改建也好 新住也好 都附加了更多更多的权限 所以包括这些跳高的屋顶啊 包括这些前面的koya patio啊 它都会有一些限制 就是本来没有算到 你居住面积的 之后都要通通算到 你的居住面积里面去 所以对建商是一个限制 因为他们的这些 会伤害到他们的获利 所以他们越来越 不愿意去做了 所以大的面积 越来越难批准 比面来说 我们现在根本没有pipeline 我们没有货了 我们没有inventory了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套大家非常熟悉的 坐落在 Akiria 博文学区的全新的八房八连五玉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 它一共是一万八千三百尺的土地占地 那房子呢 有八千四百八十八平方英尺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环绕式的车道非常气派 因为你还有两个铁门可以车子可以进入 当你走来那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第三道铁门 您就可以进入你的车库跟后院了 来进来我带你们看一看其他 哈喽 哈喽你好 欢迎来到167 Wisteria Avenue Arcadia 这是一个全新的 2019年设计的一个非常现代摩登的 全新的一个房子 来让我来带你们看一看 首先呢 你看到的是这个房间的一个书房 那这个书房的设计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把一些传统的元素 跟现代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那不单单有传统的部分 你看这个圆形的拱门 它是有一些传统的地中海的设计在里面 但是你再看这些天花板的设计 它就融合了非常时尚的元素 那这些还有这些定制的橱柜 都是设计师精心制作的 好 那接下来呢 在这个房子的东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非常漂亮的一个living room 我们是一个客厅 客厅呢 有一个非常时尚的一个火炉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开放式的空间 临接的就是这个 我们的formal dining room 正式的正餐厅 那你可以看到因为是新房子 所以我们所有的窗户都是非常大便 采光非常的好 这边就是我们现在居家必备的一个中式厨房 中式厨房你看一下多大 在我们所有的在Cadia这些号载当中 这个是比普通的中式厨房可能大出了一倍还要多 它在一个formal dining room跟一个早餐间的当中 所以它可以同时serve两边的餐厅 来到这里你就看 这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早餐厅 那这边呢就来到我们女主人最喜欢的一个开放式的西式的kitchen walk kitchen用的所有的材质都是最好的大理石 wolf的烤箱 然后看一下定制的橱柜 包括这个全部你看 subzero的冰箱 所有的这些柜门都是设计师设计的 包括这些颜色都是今年最流行的颜色 另外给你看一点 看一下这个大理石 我们的microwave 然后这些颜色的搭配就是19年最最最最硬 最fashion最流行的颜色 这边您就来到我们这个房子的中心 是我们的family room 首先您看一下这个28英尺的挑高的屋顶 挑高的屋顶配上下double两层的这些门窗 然后采光非常好 我们这个房子是坐北朝南的 所以呢光线非常好 那您还可以看到这一面 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面漂亮的背景墙 这不单单是一面背景墙 这是一个可以恒温保湿的红酒柜 来 你看一下这个设计 你可以在里面品酒聊天 那室外呢 外面就是我们整个的family room 那这个设计就是非常独特 因为为什么呢 它把功能性 实用性 美观性都联合在一起了 那接下来我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影音室 这是我们的电影室 那这边呢 你看一下三层可以做一二三 你可以摆三层沙发 那这些可以拉起来 我们有全部的隔音设备 那你在这边就可以跟家人一起看电影 打游戏 看电视 甚至卡拉OK 那我们这个房间呢 一共有七个套房 楼下呢 是有两个套房组成的 我现在带你们看看楼下的主卧房 那这个就是楼下的主卧房 然后呢 它是一个套房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 你的铁门 还有你的前院 我们这个是呢 是一个套房 所有的呢 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洗手间 有浴缸 有淋浴 还有两个double sink 供主人使用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closet 衣柜 Transitional Style 是目前很流行的房屋室内装饰风格 它并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风格 没有实际限制 但在装饰元素上会引用一些经典 同时又添加了很多现代感的 极简风 总体来说 它的特点就是 保留了经典永不过时 并且线条极简 干净利落 色彩方面不会很花哨 色系也不会很跳跃 整体来说 这样的设计 更关注建筑空间的舒适度 而不会过分夸张地 执着容易突出奢华 我介绍一下这个房子的设计师 它的建筑师是Roberton 这位建筑师在Oakidia非常出名 这个房子不单单是因为有Roberton的设计 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位比较高端的室内设计师 他叫Nicole Michael 你现在可以看看他这些细节 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室内设计师做的 包括这些不同设计风格的light feature 也是设计师精心挑选的 那您再看一些这些 这些我们叫做护墙板 所有这些护墙板的pattern 也是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的 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房间的玄关 所有的玄关是这个房间的门户 您看一下 首先是一个28英尺的挑高的屋顶 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水晶灯 那这些也是这个房子所有的细节 不可缺少的部分 那你买房子的时候 不单单要看房子的建筑风格 也要看它的内装风格 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 来 铸铁花纹的旋绕式的楼梯 是非常有时尚风格的 那配上了这些木板的楼梯的颜色 那强调了这个房子的 一个非常的美观的性能 然后在二楼 你可以从二楼往上看 空旷的室内 我们刚才强调了 这个房子有很多high seating的设计 那不单单有high seating 我们还有skylight skylight的作用就是说 你不开灯 室内的光线都非常好 然后呢 它有一个天然的一个灯光的作用 在整个房子当中 二楼呢 你也可以看到 在南边是我们的entrance玄关 那北边呢 你往下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family room 这是一个大家 男女老沙全家 在这里欢度时光的一个最好的空间了 那二楼呢 一共有五个套房 我现在跟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卧吧 这边这是二楼的主卧 您先看一下 不规则的天花板 然后呢 有很多不同的pattern跟颜色组成 这都是设计师为这个房子独家定制的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宽敞的步入式的衣帽间 那衣帽间你也看到 不单单是白色 它也用了这些Rastec比较的棕色来配合 这都是现在最时尚的元素 那二楼呢 我们的主人房 还有一个小天井 您从落地窗看出去 就是我们非常美丽的圣盖坡山脉 主卧的空间是非常宽敞的 你可以放一个king size的一个大床 然后有非常大的床头柜 那我带您看一下我们的主卧的浴室 灯光都是自动的 当你进入的时候 我们有sensor motion sensor 它就会自动亮起来 那你出去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关掉 那这边是两个 有一些French style的 一些两个double sink 男女主人各一边 那当中呢 是一个freestanding的法式的浴缸 所以呢这个房子是传统跟摩登相结合 你可以看到一些传统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摩登的 浴室呢是密封式的 我们有一个steam sauna在里面 当你把门窗 就是窗户全部关闭的时候 你可以把steam sauna打开 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个蒸汽语 非常享受 像现在是流行这种新的户型吗 是这样子的 早些呢来的客人 大多数对这个比较传统式的 traditional需求比较高 但是最近这几年 越来越多的客人 需要有contemporary的设计 时尚型 时尚型 对 在西边好莱坞啊 比华林就可以看到 包括Parsatina 可能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时尚型的 非常简单的线条 几乎没有多余的设计 就是 bless is more 就是这样的设计 简约 简约 但是呢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市场呢 太简约了 有时候客人也 不能完全接受 所以呢 这个设计师 不单单就把传统 跟这个contemporary 时尚这个简约 把它结合在一起 房子非常的有温暖的感觉 但是呢 它又是非常时尚的 又是一个全新的 2019年的一个 最新的一个时尚的风格 所有的颜色 它有细腻的 也有Rustic 比较粗框的搭配 所以呢 这一款 应该是您在Achelia 那里面可以找到一个 最简约的 最时尚一款了 我们从这个Family Room 我们就走到我们户外的空间了 那您也知道 我们是一个七房八玉半 那我们在户外 还有一个泳池房 还有四个车库 您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四个车库 那从外面进来 我们还有铁门 是非常安全的 这里是Achelia的博文学区 那学区本身就是十分顶级的 它的小学 中学 高中 在Achelia都是非常棒的 在整个LA 它也是非常棒的学区 来 您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游泳池 这里呢 是我们的游泳池部分 那我们特别加了 这个安全的铁栅呢 那如果你们家里 有小孩的话 就不用担心 小孩会跑到游泳池那边去 非常的安全 游泳池呢 不单单游泳池 我们还有SPA 是可以加热 那您的家人 在这边呢 可以游泳嬉戏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套房 您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把它 布置成了一个Gen 这是一个家庭的 一个运动空间 这边呢 有没有淋浴跟厕所 那洗完澡 或者是游完泳 您就可以在这边休息 那这边是遮阴的 所以妈妈们 不用担心晒太阳 这个是这个房子的外景 是它的背面 背面呢 事实上它是有点 Santa Barbara风格的 我们说是比较传统式 但是呢 它Transitional 再一次说到 我们的设计师 非常是有功利的 一个是Robert Hohn Architect 是我们的建筑师 那另外的 就是Nicole Michael 她是从Pasadina来的 他们两个都是 非常尖端的设计师 所以可以把这个房子 设计得这么完美 跟独特 Transitional Style 我们把它叫做 新古典风格 就是把时尚的现代感 与传统优雅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在传统的建筑线条中 使用现代的家具和装饰 让整体变得更加轻盈 不雷坠 不啰嗦 但又保持了百看不厌的舒适感 居住在这样的房屋之中 让人仿佛置身于水彩画中 它不像油画的浓墨重彩 也不是国画的清新寡欲 而是在简约中蕴含着细节 在简约中又藏着浓浓的韵味 我以为这个传统是什么 要衣 Naom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